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目前价格已经回升至了历史最高点附近 目前道琼斯指数再一次逼近至27000点大关 那么股市意外地区黄金价格回升至1505美元 比特币价格也由于中国在上周末的发言 使得比特币价格重回至9200美元大关 石油价格也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而回升至56美元以上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呢 就是由于我们知道最近啊 这个房地产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房价的反弹 非常的迅速 很多的投资者都在问 如何能够也搭上这一班房地产反弹的顺风车 我们知道呢 从6月份澳洲第一次降息以来 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 澳洲央行动手了三次 澳元的利率呢 目前也是降低至历史最低的0.75% 随着利息的下降呢 澳洲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呢 取得了强劲的反弹 悉尼和墨尔本在过去三个月里面的拍卖率 尤其是独立别墅和这个连排别墅的拍卖率呢 是屡创新高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到呢 目前澳洲最大的担忧就是消费的下滑 而拉动消费最好的两个办法呢 就是第一 让民众手里有钱 第二 就是让大家觉得自己有钱 如何让大家真正有钱呢 就是通过两个办法 第一 提高工资 第二 就是拉动股市 而后者我们说到的 让大家感觉自己有钱 最好的办法 就是推动房价 你想 如果我买了一套房 即使我是安街 但是在过去的五个月之内 房价如果上涨了十万或者二十万 那我的心里肯定会非常开心 房子都已经涨了二十万了 那么周末去吃一顿两百块钱的饭 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 让大家感觉自己有钱 实际上就能使得信心得到提升 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 过去五个月重点反弹呢 是来自于这个二手房市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独立的别墅 以及连排别墅 但是对于真正的公寓市场来说 由于澳洲墨尔本和悉尼连续出现 多起高层公寓的质量问题 使得公寓目前的销量是一落千丈 所以我们重点要考虑的就是 有什么股票或者公司 能够从现在的独立别墅 和连排别墅的上涨中获利 那毫无疑问的是 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主要开发的楼盘都是公寓 因此与这一次的上涨 基本是无缘了 那么谁会因此而上而受益呢 在我看来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房地产的拍卖网站 REA 也就是realstate.com.au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卖房网站 基本上它是垄断了市场 任何一个新的广告 在它的平台上放上去 价格高达1980澳元 这么高的价格 你想如果我想放头条 想放首页 那价格还不得再翻倍 再翻三倍 所以说很多实际上 只要房源增加 挂牌挂房的这个数量增加 那么首当其冲受益的 并不是开发商 也不是业主 而是卖房子的网站 第二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澳洲的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超过50%的资产 是来自于抵押贷款 有民用抵押 也有商用抵押 但是现在独立别墅 和二手房市场的这个价格上涨 很大程度上 也将会推动银行的 这一些资产的升值 银行资产升值了 自然它的股价也会上涨 所以说在我看来 房地产最近的反弹 受益方并不是房地产的开发商 而是两方面 第一 卖房网站 第二 就是大型的商业银行 好了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 在上个星期三 墨尔本所在的州 维多利亚州和中国 正式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维多利亚州所在的首府 墨尔本未来将会超过悉尼呢 首先对于上个星期所签署的 这个一带一路协议的话 我是感觉到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我们目前 GoMarkets总部是在墨尔本 那么墨尔本所代表的 这个维州政府 在上个星期和中国 是正式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 虽然说在目前 澳洲的联邦政府和中国的关系 还是比较敏感时期 但是维州能够顶住压力 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 这也说明了一个 维州目前的这个州长 所持的一个态度 他就是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者 或者是中国的企业 来墨尔本来维多利亚投资 这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 这个商业和政治信号 就是欢迎国际投资者来墨尔本 这对于未来中澳两国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墨尔本和中国之间关系 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 由于澳大利亚的大部分的政党 它是轮流执政 因此即便是现任州长签署了协议 万一过了几年之后 其他党派的州长上台了 这个协议有可能会失效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目前州长所代表的政党 在墨尔本所持的这个态度 就说明了墨尔本乃至维多利亚 对中国的资金 对中国的资本 对中国的技术 是持欢迎态度的 这也使得对于我们很多 在中国包括在澳洲 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如果您想参加我们有关最近的线下活动 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下方链接 在线报名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